第二 第三十八品 读到阿弥陀佛四项端言如黄金山高处一切住世界上 请问为何将阿弥陀佛的四项比喻为黄金山 山是高大 稳重 取这个意思 黄金是在所有一切物质里面唯一它不变的 它永恒不变 所以它珍贵地方在此 你像银它会氧化 它会变成黑色 这个金银铜铁的时候 至于金它不变 其他都会变 颜色都会变 所以到时候你一定要处理 不处理的话的时候它就变黑了 它本来的颜色不能显起 所以金之可贵在此地 那么用这个金色 就是它的清净庄业永恒不变 是取这个意思 用这个来表发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